我看到你上什麼節目啊 說什麼本來爸爸把你培養成賀君翔 結果變成賀一哈 就是一直在講 然後他們來上節目都會有一點壓力說 我好怕 我怕 沒效果 對 比你還不好笑什麼 都會這樣虧我 因為梁修生很帥嘛 而且他那種 英氣凜然的那種民族英雄味道 是 可是他看起來就像一個 我就英氣深深 他就鄧氣凜然 是小郭趙哥的心情嗎 我還歡迎你是撿來的 你是不是你爸生的 你講清楚 驗一下DMA 大家知道 你是個很好笑的 很棒的一個製作人 那別的藝人上你的節目以後 會不會看到你都一直在笑你 有啊 那就是他們就常常講說 我看到你上什麼節目啊 說什麼本來爸爸把你培養成賀君翔 結果變成賀一哈 就是一直在講 然後他們來上節目都會有一點壓力說 我好怕 我怕 沒效果 對 比你還不好笑什麼 都會這樣虧我 他上一次 這個製作人真的留不起 他上一次自己 他自己的節目做了一個什麼 什麼我不是明星 但我爆紅 他自己也在裡面 自己進去當來賓啊 他就是公器私用 有時候三星半夜會發不到人 對 這一行真的會這樣啊 趙製作 你對那個我們梁製作有什麼看法 那集本來要發趙哥的啦 你不要再往事重提好不好 沒辦法去啦... 那時候還沒到那個時候 那個氛圍不對 對 就是你那名字說 我不是明星 但我爆紅 那題目不是 你是明星 你紅啦 你紅啦 你不是露些什麼的 阿里阿載不矮 不是 鄉間和太極啊 雖然不是同根生 鄉間和太極 梁製作我真的有一些看法 是... 他的好笑是第一個 第一點是他跟他爸爸的反差啦 好... 因為我覺得說 當我知道他爸是梁修生 是... 就是梁修生跟梁赫群 是怎麼樣的一個反差啦 因為梁修生很帥嘛 而且他那種 英氣凛然的那種 民族英雄味道 是... 可是他看起來就像一個 我就英氣深深 他就正氣凛然 但是我覺得... 有想過趙哥的心情嗎 我還歡迎你是 你是不是你爸生的 你講清楚 驗一下DNA 驗一下DNA 太平像了 太平像了 不要笑 驗一下DNA吧 對不起 我不應該 不要再給他喝了 拜託 我... 今天在座的三位 不要講你啦 三位哪一位你覺得 最有收視保證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黃老師 真的收視真的 不要... 恭喜... 再不要發我啦 再不要發我啦 還沒講完嘛 那第二位是誰 那我覺得應該 志賢 算了 我覺得應該是趙哥 來 撲屁 你爸真的來帶他 你講他啊 你講啊 你講啊 你生氣... 他真的生氣... 所以... 好 那個樓下的一樓的警衛 可以吊兩位兄弟上 我覺得趙哥如果在節目上 一直揍人應該會有收視力 好 我們現在看趙哥到底在我們 究竟有多興奮嗎 請看 他很興奮 他們的趙製片 江湖人水靠爐 觀眾可是愛恨交加的 我們這次好像是基本上 都不會講出來 放在心裡面 嗯 他就是沒有 趙哥 現在就是要講啊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真的是放在心裡 為什麼 給那種自豪的那個程度 這不是你可以體會跟牛騎 我希望你也講個洋人出來 你會再講 你是不是在做我 我感覺得出來 我們因為通道 我們要到水 我們要求警方協助 好 很好 所以我必須挑著 穿像我這樣子的 我們七八個一起到現場 是 導演 這樣子 基本配備 兩台車 八個的 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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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的 我們在現場拍戲 我們就是 如人一致 決定 這個圈子就是 陸瑤吃馬力 認真見的 如果是你是馬子 能上路上 能夠路上 我看我這集錄完也差不多 我們在電路上 我真的必須說 有趙哥在的地方 是 你們三個都變好斯文 是 變得文人 小康 變得超級斯文 我們有內涵的 我們是不一樣 趙哥他是走這個製片界 走久了 有自己的味道 趙哥讓我問你 你是第一次參加談話戲節目 上國光幫之 第一次 第一次 當時跟黃老師想法一樣 頂多講兩三次嘛 也沒什麼好講 就真的是無心插流流成音 不曉得突然會變成這樣 後來想想也滿好賺點外塊 貼補一些家用 還OK的 怎麼講話其實很有學問 很喜歡用成語 引經句點 但是都是很簡單的成語 你講個男的聽 你現在講個男的聽 你講個我聽不懂的成語 來聽聽 沒請… OK 來 我們看一下他的 這個 趙哥這很奇怪囉 資料來源 梁鶴群 這應該刪掉 他把刪掉他的 幹嘛刪掉 他也很報酬 你為什麼你只要 調起我們的戰火咧 他很報酬 其實去出事情的時候 你激動很氣 但是整個畫面大家笑反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呢 你現在 我到現在上節目 我還在喝 你知道怎麼弄 是 對不對 就連續這幾集來 你就沒有在錄影的時候 都在喝 不是 我來錄影就會喝一點 我不曉得喝就喝多了 真的 可是說真的 在這裡要跟觀眾講一聲 趙哥平常人就是這樣 對 他就是這樣子 我們認識你大概快20年了 對不對 他台上台下就這個樣子 不是 那你今天要怎麼辦 你以後人家死到你 罵人家大笑 你怎麼辦 不是 我現在很麻煩一件事 我要跟我樓下那個 兩條街 你不要再看了啦 樓下那兩條街那個麵攤老闆 我要跟他說聲抱歉 我再也不會去你那邊了 原因是因為 我吃了兩年 我每次去吃 就是很簡單 我要什麼什麼 什麼小菜 什麼麵 就這樣 那一次他看到我有點怪怪的 我東西點完以後 他說 你是 我那時候警覺性很強 我們這種人的 什麼 怎樣 我從來沒有對話 所以他說 你是 我說 什麼 怎麼樣 當然沒有那麼兇 稍微再問我一點 他說 沒有啦 你有上那個國光幫那個 我一聽他看到 我說 對…不好意思 我又馬上態度就變了 那當然東西叫了以後 吃 我就很快趕快吃 因為我也穿得很隨便 很邋遢 吃完以後會買單 這個老闆他奇怪 他跟我講 小菜招待 那我們吃的東西 我吃大概差不多快150幾塊 他說沒關係 零錢不用 拿整數就好 哎唷 突然覺得來逛逛 哈啦 有人看得出 趙哥 因為他知道你的身分 因為流氓吃東西 他算有種 還給你拿150塊 不是 人家這樣子也是示好 你幹嘛以後不去吃麵 對 因為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再去吃 我不知道他是會請客 還是幹嘛 我就不好意思 我前面到一個 不認識我的地方 我想怎麼吃就怎麼吃 我想怎麼穿著都OK 他已經認識我了 所以那個老闆 不好意思 我再也不會去了 謝謝… 雖然你東西也不怎麼樣 以後面再去不要服了 好 OK OK 對